新冠肺炎爆發 連續多日確診人數過白 政府防疫政策收緊 日前宣布限聚令由四人收緊到上限兩人 而且午市也禁止堂食 政府新措施嚴重影響民生 電視台外景拍攝也變得困難重重 雖然拍攝工作不受限聚令限制 但不少私人場地都拒絕借出 而且工作人員吃飯都是一大問題 所以不少監製為安全起見 都決定停工一星期 包括由譚俊賢、劉沛月等主演的《易襲人生》 和王翠如、林夏薇、高凱寧主演的《七公主》等 不過無線電視程中拍攝就如常進行 據知候選港者近日會在電視台進行彩排 而請我回家之開心速遞和迷網劇組 都會舉行大型宣傳活動 還邀請了苗喬偉、米雪擔任嘉賓 可以想像電視台將會怎樣人會懷患 希望電視台都有相應的防疫方法去應付 好了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